热闹的台北车站商圈 道路中央有紧急状况 原来是骑士当街蓝车 狂骂脏话就算了 还超级大索 逼道歉 拍打小黄车的猛呛瞎 目击民众担心遭到波及 拍下影片存证 但这当街蓝车到底为哪装 整体行车纠纷就发生在 台北车站周边的管前路上 这边的车流量相当大 当时这名骑士和问奖 疑似就是因为切换车道的问题 在路中央发生争执 摩托车又继续去追他 然后追完了以后 就看到摩托车骑士 就拿了大锁出来 整体事件发生在11月3号下午 车来车往的台北管前路上 小黄问奖疑似想靠边载客 突然切换车道 骑士被吓到 竟直接把车停在路中央 拿出大锁下车恐吓 当时那个时候人还蛮多的 所以很危险那种感觉 辖区警方虽然没有接获报案 但骑士把车停在路中的行为 已经明显触发 辖区警方只动介入侦办 该名骑士歧视的行为 以违反道路交通关系处罚条例 至于刑事责任部分 因本所尚未接获相关报案 目前正积极调阅监视器 即联络双方当事人到案 骑士否认发生了这回事 但影片录得清清楚楚 就算骑士想装算 这当机缆车还超大锁的恶劣行径 恐怕还是得付出代价 记者杨周胜 陈玉璇 台北报道